我再启动一个项目 我先写一个叫C 就是07 C语言中的C1Cons 默认是外部 外部链接 什么叫外部链接明白吗 就是你说明出来作用语 他就在外边也能看到他 不是在当前的一个文家可以看到 你在外边也可以看到他 这是在C语言中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先创业出来项目 再了解一下是什么意思 创业出来这个项目 然后把这个文件改成.C 好 然后这里边警医 在我的头文件中 我去加一个 不加这个头文件 直接加这个 添加一个测试 TST TST 如果不加一寸的话 然后呢 我这块呢 就是说在C语言中 我直接写一个 EXT 一寸 EXT 一寸 好 下边我print F一下这个 A A等于多少 百分 D 将把A打进去 这样的话 你觉得这个代码可以运行起来吗 可以 好 生成 生成成功了 那说明可以 是吧 那么我没有加这边 我没有加一次关键字 那么我这个就是默认COS 是叫外部链接 C语言中 C语言中 默认COS 是外部链接 外部链接 那么导致了外部链接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告别起 我待会用一个A 用一个BnA 你在外边给我找去吧 外边你随便这个文件 还有好几个文件 对吧 你找一下这个A 有没有外部链接的A 然后呢 如果有 你就使用一下 是吧 让编义器 告诉编义器 告诉编义器在外部 外部 A在外部 A在外部 那在A在外部 然后你在上别的文件中 给我找一下 那找到了 确实找到在一个外部链接的A 然后那就给它 运行起来没有问题 对吧 好 同样这条代码 我呢 再创一个C++ C++ 这两个项目比较简单 那我们就主要是看一下 C++语言中的 语言中 Const 默认是内部 连接 下一步 空项目完成 返照右键 云键 添加一个咱们的CPP文件 好 同样啊 还是这个代码 然后呢 我快速再创业一个测试文件 TST ST 好 那么 刚才我们TES的CPP里边 点C中呢 就写了这么一句话 是吧 我把这一句话 也原封不动的 扔到这边 好 然后这个 点C的曼含数里边 就写了这么一行话 是吧 诶 这print我也不要了 我就直接到C要回过来 请好 好 好 那么下边我C要他一下 A 我这边其他也不打了 就打一个A 好 现在生成代码 失败了 对吧 C加A这边是失败了 他说了 无法解析外部连接了 我告诉编辑 你上外温给我找一个A 它是外部连接的A 是吧 那么我们内部 我们默认的Cons 在Test中 它是内部连接的 C++ 中到C1Cons 默认内部连接 那么默认内部连接 等一会儿只有在当前的文件夹内才能访问到这个A的边量 明白吧 那么出了这个多域 不行了 这边 你虽然告诉他你在外边给我找 他找不着 因为人家这边只能在当前的这个文件夹能看到 所以现在知道什么叫外部连接和内部连接了 对吧 明白了 那么那也包括刚才我们为什么这块失败 就是因为你想告诉他 我这有一个A你上外边找 但是呢 找不到 找不到呢 就会出一个无法解析的万不零零 如果你要想让他找到怎么办呢 在你的这个声明的时候告诉他 我这个外边也能用他 提高他的作用率 那告诉他我在这个你在其他的连接里边也能看到 就告诉他是用外部连接了 那么下边呢 我再来生成代码 生成就成功了 发现了吗 这就是我们C语言和C加语言抗子的一个区别 那把这一段什么就保存一下 这其实就一个 这就是我们C加语言抗子的一个区别